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鲁阁 代表的是一个族群的名称 也是西日汉人对居住在三战溪至大浊水溪南岸的一群原住民的称谓 位于台湾东部横跨花莲台中南投三个行政区的太鲁阁国家公园 南北长约38公里东西宽约41公里面积共计9万2000公顷 海拔三千公尺以上 位在太鲁阁国家公园西侧的荷欢山 是一个拥有许多台湾特有动植物 绽放缤纷生命且群山环保的区域 而荷欢群山的守护者 位在荷欢北风小风口的荷欢山管理站 不仅提供多元解说服务 服务设施也十分便明 前往荷欢山只需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 从平地到高山 随着气候变化 海拔攀升 助力在荷欢珠峰上的临线 朝东看日出 西侧观夕阳 木染回首 竟是千变万化 令人惊叹的云海 荷欢山的美 美得像人间仙境 美得令人游心感动 好 回来第四节的《啤梨晚报》 到了荷家欢时间 有些朋友一度吃饭 看我们节目 这一节节目我们尽量斯文点 入屋点 希望多些支持者可以支持我们的收费节目 现在我们这个是香港制造网络电视的 《啤梨晚报》时段 刚才我们播荷欢山 大家知道2017年2月10日至14日 就是《客家佬》举行和十三会举办 《客家由台东》的好日子 已经正式开始接受报名了 我不知道这条连续搞好未 因为今天我打电话给《客家佬》 他完全没有听过电话 就有99.9%回到大陆 这个人我要高度验责 因为他电话24小时都找到他 其一 其二就是他戒不脱就是回大陆打骨 我们既然要反共 我们不要被艾康看死 密通匪类 我就不想回 我的回乡证也没有 不想回 因为我回不了 2月10日正式开始报名 团费是5、6、9、8 我没有记错 昨天Joe问我 单人房加多少钱 我昨晚听《客家佬》的节目 就好像加了800元 单人房 为何会播荷欢山呢 今次我们去5日4日 上次 其实上次的团友 今次在我们的群组 因为上次的数十个团友 我都没有删除 差不多全部人都去回 而今次他们做了上限35人 我不知 如果真是这么长时间的报名 可能真的会多过35人 那怎样呢 我就会建议他 不如你开多一团 是呀 你够的话 开多辆车就我带了 因为我很喜欢 其实我甚至乎 我会叫那边的导游坐下 等我说 老实说 你要我拿着咪咪说话的话 说真的 从早上起床 说到晚上12点回 酒店不停口也行 尤其是全部是自己有 对不对 好了 今次客人说过 我们会去浸温泉 去那个资本温泉 住两晚全新的温泉酒店 是全新四星级的温泉酒店 住两晚 当然我们会去 开水 ahí尸吃 afar 而且当我和大家说 昨天邀请了Debbie 那张勺他 有99.99999数 因为他不给钱 所以我还是不太麻烦 你和Debbie同房 不可以 我安排了Debbie和十三妹同榜 原來十三妹是跟Lin Lin 即是低族美腿王同榜 但低族美腿王居民 可能會跟她的男友一起去 於是就圍下十三妹 我現在率先找了一個 Debbie和她同榜 今晚我會打電話給Natalie 如果又多了一條女兒不夠分 你又多了一條女兒 別人的女生也有女生 男生還男生 我今天會打電話給Natalie Licky哥 我想多點女兒去 好 希望大家盡快報名 我不知道這條Lin Lin 其中我們會去合歡山 合歡山其實是太老國家公園 我想很多去開台灣的朋友都去過 今年我剛才兩個月都開車 說我開車夠夠夠 開五六個小時 因為其實不用那麼久 上岳山只有兩三小時 但中間又少找路 我們又不懂 又停下吃東西 說我開五六個小時 從平地拿到三四千米 四五千米 會穿雨涌 但我也是覺得很值得的 因為翌日我在清景龍場酒店屋住 早上四點多日和我老婆拍攝 那兒子去看日出 很壯麗 你會發覺人間美景 即是人間何世 爸爸已經離開了 媽媽還在 有老婆有兒子 有很多事情不需要那麼煩 真是政治的事情 即是天下事天下人 你也有那麼多嗎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盡早報名 波仔問有沒有男女共獄 有溫泉的 是有一個男女共獄 不過男女共獄 我聽四凱說 只剩下以前日本 被日本統治過的姨姨 其實是婆婆 還會去共獄 還有我去過日本男女共獄 是 我告訴大家 其實你是那一剎乃 一第一二的事情 你會看 其實慢慢就很自然 你亦不會夠硬 即是在那個處境 是 你沒有理由 只會把溫泉夠硬 我會這麼硬 你看波仔聽說 男女初次裸體相見 就有九成機會博弈 這麼醜 這些人真是 Anyway 就是1260才適合 Olive 我問清楚 有一個家房 Alin什麼樣子 Alin跟男朋友 低俗美腿王 美腿王 白正 去年 我跟Alin聊天的時候 她說沒有女男朋友 根本就有了 即是十三妹 剛才我們認識她的時候 又是沒有 現在已經是有了 所以說 女生出來就是被人扣 你不扣就是你不扣 沒錯 好 我希望大家早點報名 大家真的不貴 因為五六九八這個價錢是怎樣 我再說一次 是包含你這麼多 來回機票 酒店 提示 旅行導遊費 所有食宿 其實你真的沒有錢花了 那怎麼貴 其實我嚴格 客家人不扣 你不扣 你賣貴一點 對不對 Anyway 就是各有各的做法 我們上次的經驗非常好 而且我不知道 我只能夠說 因為上次他們 我們也是跟過飯 和我們一起煮飯 他們的食善食 是真的安排得好的 他們的食善食 我們餐餐都說 不要扣 不要扣 結果他們都吃了 吃了一頓 飽了 然後出去又說要吃夜市 又再吃 人多就好玩在這裡 例如叫碟飯 真的好飽 每人一粒都能吃到 我和你們兩個人 真的吃不夠了 對嗎 希望大家盡快報名 盡快報名 然後低俗Wuby也好 當然是Wuby 當然是正 Wuby是我們低俗頻道 我認為是最漂亮的 雖然他這一期喝水都肥 肥了很多 是 不要說他生氣 不要笑 那說一下 浩文在東方寫一篇 不被台灣人關心的紅集會 講開台灣就說吧 其實我們有沒有講過紅集會 整個兩個星期 很少我就講過 我們講一下紅集會 上星期一也是 我還沒聽四海歌 還沒聽謝二方 還有他們國民黨人 我自己作為一個國外人 我不是特別針對 大家也知道我立場 其實我是親國民黨 多於國民進黨的相對下 但是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好惹不堪 為什麼我有這個感覺 因為他那群奴鬼 真是好惹 給我的感覺 就等於香港那群民建聯 即是飛機友 簡單來說 好了 但是今次我對處處姐 其實我自己是很同情 也好什麼也好 一個女孩子這樣擔起大黨 還要被那些這樣想 所謂原武級的大哥 但是他今次去到 你想怎樣 大哥 看到習近平 我們講一下 玉文怎麼講 玉文 國民黨固然說播出一個 所以現來民進黨也難處理 至於中共 則把這次會談定位於對台統戰 趁機向台灣朝野重申一個中國原則 和反台獨立場 那麼洪秀署此行又有什麼收穫呢 台灣的媒體對洪秀署北京之行 雖然沒有什麼惡意的批評 但也論於浩平 沒有什麼人留意 然後玉文就說 紅秀署不是有自己一套的論述 要與馬英九區隔嗎 但是從一宗同表到 不提一宗國表到九二共識 以外是另一個選項 到求一宗原則之同 全一宗涵義之義 反反復復不知所云 終於在北京見到了習近平 紅論述是提不出來 當然也沒有將台灣民主化經驗與習近平分享 更沒有把台灣人民對中國的疑慮告訴習核心 即是表示 如果我們看這篇文章 最少都有四點是批評 第一 就是你紅秀署沒有一套你自己論述 即是對於這個中共和中國 第二 就是你的言論經常反反復復 一時是假 一時是假 即是經常搬龍門 第三 你沒有自己論述之餘 你又不敢跟這個習近平黨去台灣 民主又有些甚麼好 即是去 即是怎樣說 等你將台灣人民的尊嚴 台灣制度尊嚴去宣示給大陸人聽 第四點 你甚至連將台灣人對你大陸的人 憂慮些甚麼 對你中國共產黨憂慮些甚麼都沒有說出來 這樣完全是不行的 我會加多一點是我自己的 就是有甚麼可能你跟習近平這個外人 他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打壓中華民國裏面一些要求台獨的聲音 對你自己打便算 老實說你越是這樣的 台獨的聲音越來越大 其實剛才我認為 我不知好不要這樣說 我認為中國人也有一種 華人有一種見高就敗的心態 你見到她儘量 她儘量用一個不卑不抗的神態 但為何你不提 其實不單會提 你我甚至會爆肚 因為我相信他們兩邊的幕僚談過 會說甚麼 在現場的咪前爆肚 就是講台灣的民主有多好 其實他來了你甚麼河 你怕得著他 他於是不會在經濟上不支援你 其實此行是想看看可否打開經濟大門 於是下一屆的選舉 台灣人會懂得選 台灣的旅遊業 就是拿到一些錢來 但你想想 紅壽署去之前說明 大家的會談是要全程公開 誰知最後都失敗 你這麼硬朗 就給你一個硬朗的感覺 立刻拍桌 如果會議不是全程公開 我就不談 應該是這樣的 還有你要記住 雖然現在你的黨 政權都沒有了 但國民黨始終 在共產黨心目中的分量都不同 你何不怕得罪他 也不是叫你得罪他 你作為中華民國 起碼的政索 你自己現在奉中華民國為政索的 海外代表 不要再爭論一中同表 還是各表 你起碼說 說回來 很簡單 台灣民主情況 是這樣的 是否可以讓你們借鏡 在咪前這樣說 這一招你真的有很多掌聲 當然 你去到這個時候 那些旅遊業 那些人也未必會怪他 是難的 但我覺得很不堪 我覺得這次對處事 只是失望 當然 台灣人不太在意 我上星期都說 你反正都加不到分 你去做甚麼 你等蔡英文去 你有前居可鑑才去 你口話不好聽 有時這些也是編制遞感定律 馬英九快要下台的總統 其實基本上都下台 去馬集會 都好像有人報一下 現在大陸就叫蔡集會 台灣人也不太在意 就是集團會 集團會 也不太在意 我們再說一下 美國播段影片 美國總統選舉的勝負 視乎候選人在各個州 合共取得多少張選舉人票 而當選門纜是過半數的270張 多間傳媒根據民意預測 希拉里舊票贏出 但與特朗普相差並不遠 一些重要的州份 選前更加出現有利特朗普的變化 反映他仍然有爭勝的機會 金二汶報導 投票日前夕 選票投給哪位候選人 選民已經心中有數 今月美國總統大選 兩名主要候選人 民主黨的希拉里 和共和黨的特朗普 今屆美國總統大選 兩名主要候選人 民主黨的希拉里 及共和黨的特朗普 在最後衝刺階段 民意調查顯示希拉里的形勢 略教特朗普優勝 其中美國《華盛頓郵報》 以及《霍士新聞》都推算 希拉里可以奪得大約275張選舉人票 超過270票的當選門檻 路透社的調查甚至認為 他最終可以得到303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就只有235張 路透社預測希拉里 當選總統的機會高達9成 紐約時報也估計 他有84機會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 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就推算 希拉里目前看來 可以奪得268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就有204張 誰主白宮就取決於 如下6個合共產生66張選舉人票的戰場 希拉里只要取得一個搖擺州份 就可以勝出 特朗普要贏就必須全取6個戰場 不過特朗普又不一定輸的 比起前幾個星期 他近期的支持率有所攀升 比過《有線新聞網絡》和《霍士新聞》都指 在一些重要州份出現了有利特朗普的變化 例如是猶他州、艾奧亞州和阿里桑那州 由本來每一個黨可以穩操勝勸 變成傾向支持共和黨 新行保十二州和北卡羅來納州 就由本來傾向支持民主黨 變成未知六死誰手 數字顯示 北卡羅來納州今次大選 有超過300萬人提早投票 但是黑人的投票率比上屆大選少了 反而白人的投票率升了 這個變化對於深受白人選民支持的特朗普來講 是一個好消息 NOW TV記者今次文報導 好 美國現在投票投成怎樣? 我們開麥克風 如果是計算一個 因為有三十個州可以做一個禮拜開始投票 大約有4600萬人 估計大約有四成人投票 基本上 其實得出一些預測 即是票站外的調查 希拉里領先特朗普的優勢 不多 只是比上一屆奧巴馬領先朗姆尼優勢的三分一 都是有利於希拉里 但隨時便變天 其實也難看下去 不過 我便買了特朗普 即是投注 投注 因為我覺得時不與特朗普 其實那些電郵 即是FBI最後的印記 不調查下去 我覺得都幾 止跌 但頗不合理 因為這次的討論很強 即是特朗普 幾三天之內 可以看完幾十萬分 而且非融出問題 那些也不調查 非融那些也不調查 老實說 會否輕起訴訟 你知特朗普已經夠瘋了 但輕起訴訟也沒有用 沒有用 那位置便輸了 以及大家有看清楚 所以我們確認 真的有第一個女總統誕生 這個這麼瘋狂的特朗普 又會否繼續罵 我告訴你 通常以美國的民情 反而突然間就會罵 你們兩人呼籲團結 不過希拉里的陣營 又控制傳媒的金主 全部大有錢人 當然 昨天說特朗普這麼有錢人 可以自己買到一架飛機 心想給希拉里的金主 特朗普是千分之一 不是 希拉里沒有辦法 首先特朗普真的打人害怕 有些人覺得 第二就是希拉里 她老公叫克林頓 千絲萬縷 她自己也在現代政府 也做過這麼多事情 好了 終於都要說 我們大約什麼時候 明晚這個時候 如果我做節目知道 都可能大概猜到 都未正式公佈 應該要是明晚 香港時間 是明晚12時至1時 就知道美國大選的正式結果 我們先看看東莞 看看這段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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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東莞其中一個選秀的場合 林康誠你也去過選秀 我的朋友也去過 東莞的確有很多紙多彩 之前也有說過 現在當然死過立獄 東莞最重要是有明文全球的桑拿 所謂館式服務 夜總會卡拉OK也一樣有 但甚至連cheap到法郎我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有 應有盡有 法郎聽一恆說也有 也有 你朋友就是一恆原來 這兩個星期也有去 他去東莞是公幹 現在是順片 但現在是順片沒有 之前是順片後 旁邊的鎮仔也沒有 今天林康誠發了一段文章給我 是2014年年多兩年前 是賦人出的一篇文章 我看完之後 我都不禁覺得很滿懷回憶 不要說東莞 整個中國偉大的祖國 香港人的貢獻是多大 現在祖國有了錢 他不要我們 笑我們 搞狗我們 香港人對大陸的貢獻是出錢 出力出征的 正正式式的 養狼狗咬春袋 香港就養大大陸的貢獻 然後咬咬自己的春袋 因為有多悲哀 悲哀到你不忍信 後來有黃文做過 聯名玩彈 這篇文章是這樣的 當尖沙咀的驅王行為 遇上國內遊客的時候 驅王現在說了應該是 2013年 其中一個受訪者大喊一句 山淡是黃文是中國的 不論他這句語句邏輯是否恰當 但這句話就深深令到我 一直支持不上的香港人滾足 滾足就是谷林氣 上星期聽到東莞夜場 被粗暴打壓的消息後 我向著羅湖方向列車大喊 東莞是我們香港的 就是這樣 就是日本戲 那個男友女朋友讀書的飛機 一直在飛機 或者日本戲也有 以前在其他機場 有大喊 我等你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 香港的凡心拍機場 以前很喜歡去送網台 看機場的位置拍攝人看著飛機 但現實是不會的 現實是在機場的遼望台 或者送機大樓 你怎會去到那裡 是沒有關係的 我經常見到那些人在拍攝 我都很難看 他說東莞是我們香港的 香港和東莞 其實只有七十多公里 就是兩次馬拉松島上下的距離 而香港人寧願披升大月出發 都要用馬拉松的精神 其實就算淘寶 都能夠走上去的東莞 在物理距離中說明 理所當然 香港就是我們香港的 東莞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生活 事實上是 其實在東莞要多久呢 正式回答和諧號 和諧號由深圳回答到東莞 四個字 行不行 如果回答巴士 即是它的旅遊巴士 就是一個小時 零四個字左右 這樣想完嗎 但和諧號就快很多 和諧號 五個小時行不行 去廣州就一小時 東莞大約半個小時 張木頭四五個字 深圳去 張木頭半個小時 張木頭才去到東莞 東莞可能九個字 東莞是否常平是東莞 東莞要買常平 常平要買禮城 常平要買禮城 死鬼是劉志平所說的 茶屎巧舊 東莞第一間外資工廠 正正是我們香港人開的 當年是1978年 當時的管城還有一條農村 窮到連褲都沒有一條好的 民風自然純朴 之後香港人一直佔 東莞外資的龍頭 直接幫忙城市發展經濟三十多年 否則我們香港人不停出錢 起廠 出徵幫襯 東莞到今時今日 還有一條農村 哪有這麼多資金來實施普及教育 九年免費教育 原來東莞在1989年就實施了 以制都很厲害 那些錢全部是我們一眾炮友的善意回報 為了引辱更高文化雷類的從業員 我們想聽廣東話 很厲害 而不是外省姑娘的 李肯邦 李肯邦 很厲害 不知為何上面的職業女性 有幾句廣東話或是西隱 他們全部懂得懂 是的 甚至乎很多懂得說白話 東莞公安 憑什麼阻撓我們繼續貢獻 香港商的投資為東莞創造無數職位 有直接的 亦都有間接的 與香港相比 這個比區區尖沙咀和旺角的表面消費 相距何止千里 我們不止引入資金和技術 更加提升了當地服務業的質素 經過港人推廣和鞭策之後 來自五湖四海的旅客 慕名而來 對管息十八招讚不絕口 亦都對極高的服務態度稱許 如果不是我們新鮮事卒 前北後繼的旅服旅戰的話 哪有今日的口碑 難道有人以為管息十八招 不是為港人而創嗎 招式是香港仔想的 功夫是我們練習的 客人是港商介紹的 玉金是一張一張給的 我們由二五百 二五百即是坐桌二百 一條是五百 過夜是八百開始 一直推動經濟到三六九 甚至過千 三六九即是三百六百九百 現在有一些一千五二千都過夜 一成一三五千開始 一三五 不是一三五 我們是來這裡消費的 而且對我們這一群人 招待鬼佬看廠的香港人來說 這次打擊的行動 即是說習近平打東莞 在兩年前 是更加難以容忍的 沒有我們這些地球重當翻譯 各國的海外商人 哪會去尋回問樓 你現在想想 下次Mr.Hunger再到廠參觀的時候 你叫我如何交代 東莞已經沒有雷履這個殘酷的事實 這不是直接影響投資 這是客觀的事實 真的 馬上出來做廠 之後再談完生意 晚上一定是吊雞 我跟各位在家裡的家庭主婦說 一定是百分之一百的 如果不是屌你 你幹嘛要生意 好了 公安的打壓 實在是打爛了很多人的飯碗 亦都破壞了後花園的形象 千多萬人的城市 只有百多萬元居民 其他都外來的 不是外地民工 就是雷履 2004年 東莞被選為最有活力的國內城市 這是叫我們香港人何等安慰的事 日間的叫做生產力 晚上劇烈活動就叫做活力 我曾經以為 東莞已經肯定了港人的貢獻 我們對當地的了解 使本地的文號 寫出東莞的森林 最後還拍成一路向勢 但是就連東莞本地人都寫不出如此的情懷 打擊行動 亦都傷害了我們香港人細緻的感情 那晚 當我多次打電話給夜總會曾經理會的時候 落幕的聲線傳到耳邊 陳仔 你沒事吧 我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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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聲線之中 我聽到陳仔的呼聲 小玲呢 下一位方方 她怎麼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拉就拉 早就做啦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玲的波濤叫我尋追 方方的口氣更加是我疲憊之中的靠岸 我放下電話的時候 萬念俱灰 一個依靠香港發展起來的城市 如今竟然容不下百花齊放 我們是不是應該放棄彌敦道 轉至反攻東莞呢 沒有我們來叫雞 你還在加田而已 東莞是我們生硬的 其實我會說這篇文章 近日我在Facebook發覺我們有很多網友 就說只要到一對一 我們就要重返東莞 沒錯 一對一不是毛毛 你們不要這麼瘋狂 即使一對一 你問一下現在的雞叫貴 對呀 以前是一三五二四 現在怎樣移動就三千 一對一你都死了 真的 一最便宜的都過夜 都千二千五千 這是我們星期四的朋友說的 沒錯 星期四朋友 明天再見 明天有兩位美女跟我一起做節目 拜拜 可以鞋候到晉升的正宗泰湖大雜蟹 蟹膏金黃 肉質肥美鮮甜 有特大蟹工大蟹工和中蟹工任君選擇 還有禮合裝 贈送紫蘇葉和蟹醋 今季晉升加設一羅莊及半羅莊 除了包送貨 還附送一套精美的蟹具 適合大班人來的華麗鞋候 快點上來MIHK網店訂購吧 啤梨漫步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至八點